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路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到時回到風雲谷 我們繼續撫陷台海風雲 非常感激 各位年來的支持 令我們的收聽收聽率 達到高峰 和訂閱的人數已經超過15萬 佩洛西訪問台灣之行 將會在 現代史上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 我認為是一個分水嶺 這個分水嶺 你看到年來特別是一個星期 中國方面透過環球時報前主片 這位喉舌 發出非常靈禮的警告 包括 要將佩洛西的飛機打下來 攬設 必定成為飛機降落之際 武統台灣之事 然後佩洛西在這裡過夜 然後揚場移去 第二天 然後果然中方在他離開之後 作出一些叫做 涉憤性的滋擾 他聲稱封鎖 台灣三天 這些說話 就相當誇張 因為我們一會才研究什麼叫封鎖 封鎖三天應該是72小時 但是在頭一天 下午四點之前 他自己宣佈 這個六塊封鎖區 是吧 畫出了六塊 其中最近台灣的 就是在高雄對開 這個叫做小琉球島 幾乎是貼著的 大約只有19公里 那裡有一塊叫封鎖區 什麼叫封鎖呢 根據普通的軍事常識 就是那個地方 如果它是一個島的話 在台灣 你一定要有人駕駛和駐紮的戰艦 是有空軍的飛機 是吧 在台灣來說 由於它是一個島 當然你陸軍不能上去 如果你是封鎖 尤其是橫島封鎖 是一定要有東西南北四個點 四個月位是禁實 應該四邊是有戰艦 至少載人的戰艦 然後上空是有空軍 然後當然你再加上導彈 聲稱以前都說過 要把導彈橫飛過台灣島 但是以第一天的表現來說 那個規模是小很多 你六塊封鎖區 早上是福建的 這個叫東部的軍區 是有一些的動靜 包括前兩天 有些裝甲車在廈門那些海灘 就橫騙過 但是在1點56分 確實在福建北部發了一個導彈 至到3點 大約37分 即是兩個小時未夠 中間大約發射了 是吧 實際上是六口 至到十二口的導彈 是吧 然後到了3點37分 即是4點之前 宣佈導彈發射是命中的目標 即所謂的目標就是海域 是吧 然後就勝利結束 然後就宣佈解除 那兩個地區的封鎖 是吧 所以現在那個訊息 我經常都說 香港如果你沒有可靠的新聞媒體 你不知道信哪一邊 現在這個狀態 你只能夠香港的華文媒體 包括英文也是 已經是一面倒 只是報導中國方面公佈的版本 但是我們要看看台灣那邊怎麼說 是嗎 是的 陶先生 你又說得很清楚了 那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演習呢 匆匆忙忙就結束 那麼我們看看 在台灣方面 反應是什麼呢 這個導彈射完之後 有國民黨的立委 就在面書上質疑 四支飛彈飛越了台灣北部 質問為什麼沒有防空警部 甚至覺得呢 政府有點失職 那麼有趣的地方呢 是國防部 就是台灣的國防部表示 這些彈道飛彈發射之後 主要的飛行路線是位於大氣層之外 對於飛越的廣闊地區區域 並無危害 那麼所以呢 就不予公佈 不予發警部 直接當它沒有到 那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原來呢 你這個演習 那個聲勢 講到這麼大 射了這麼多支導彈 連你想去威嚇的地方的國防部 連防空的警報都沒有發過 即是當你沒有到 我覺得台灣這方面呢 那個反應呢 是很聰明 還有值得換味的 就是因為用了一個 ignore 就是完全是忽視 不理你 即使你畫了六片地區 在那裡演習 實彈演習 它的國防部 根本是完全 不當一回事 那麼這個也都可以反映到 其實整個演習究竟有沒有作用 那麼當然這些在香港的媒體 也不會報導的啦 台灣方面的消息 你不要只聽中國方面的報導 你要看看台灣和日本防衛生怎麼說 那麼日本呢 這個防衛生的說法 就是解放軍下 星期四行中國軍隊 即是大約是 在1點56分 即2點至4點之間 發射多口呢 彈到飛彈 有5口呢 就落入日本的專屬經濟區 專屬經濟區 就是200海里那隻 那隻 就不是另外 那麼其中呢 有4口導彈 是飛過台灣本島上空 那麼日方公佈過軌跡的 那麼其中一口呢 就最為協身的呢 就是那個軌跡呢 是穿越過台北的 就是這個台北市的上空 但是呢 台北的國防部就說 在大氣層是非常之高 是吧 是吧 所以其實呢 我想呢 就是以正確來講呢 和第三方來講呢 最可靠的是日本的消息 是吧 根據日本的那個消息 就是總共有9口導彈 由1點56分 至到3點08分 在福建沿海 南北兩邊呢 就發射了5口 在大陸內陸呢 就有2口 在浙江沿海呢 都有2口 是吧 日本那裏呢 就說 由第5到第9坑 飛彈呢 就落入沖繩沿 波召間島西南方的日本經濟海域 是吧 那麼第6口到第9口 就飛越台灣本島 是吧 所以呢 這9口導彈 基本上呢 可以呢 是肯定的 那麼呢 他就打算一成二了 在北面那些呢 你知道 都很接近 台灣和日本之間 石門島啊 釣魚台啊 這些這樣的地方 是吧 再上一些 就是沖繩的 是吧 那麼所以呢 就警告了 這個日本 那 但是為什麼 會到4點前的結束呢 因為呢 這些事情是兩方面的 第一 長遠來說 如果你發的那些導彈 發得這麼頻密 在兩個小時 雖然 這個呢 牛頓的作用力 和反作用力 三項物理定律 你這樣呢 只有更加證據確鑿 和明目張膽 是令到美國和日本 以後 那些戰艦 軍艦 是吧 和在這個叫沖繩島 關島那裏呢 是增加增強佈防 這是第一 第二 你發射九口導彈呢 這個日本和台灣呢 都兩方面呢 都有報道那個 你那個飛彈那個類型 和那個時間 OK 那就是說呢 你的導彈 譬如說 凌空滑過那個天空 你的導彈會有熱力的 這些熱力呢 橫過這個天空呢 是會產生數據 你被人偵察的 所以沖繩島呢 是吧 就有美軍 那個叫做RC-135 這種偵察機 有很多架 所以就上了一架 就馬上走去 沿著你這些導彈 那個軌跡那裏去看 是吧 那南面呢 美國也發射了一種叫做P-8A型的偵察機 那是監視著什麼呢 就監視著這個小硫磺那裏 那裏 是吧 所以其實呢 這次還有列根號 就立即回航 就是逼近這個台灣的東岸 那所以為什麼呢 是趕快四點鐘未夠就收兵呢 就是極有可能是中方發現 如果你持續地發射那些飛彈呢 那些飛彈發射的數據 是會被美國和日本同事知道的 那所以這個72小時 所謂的封鎖 持續的封鎖 到底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不是傳統所這樣想的 是將你圍到鐵桶江山 哪一艘船過來就打哪一艘 所以現在你看看第二天怎麼樣 那結果呢 就是今早八點鐘 就有一些無人飛機 就穿越海峽中線 是吧 那這些無人飛機呢 就是預了被你台灣打下來的 是吧 因為打了下來就不會死人 如果你過了這個中線的話 所以呢 中國方面呢 都非常的謹慎 不是亂來的 這種這樣的報復呢 其實都不是軍演 我認為呢 是未到封鎖的程度 你用封鎖來說呢 是誇張的 第一封鎖你不會說 我們封鎖三天的 你不會說那個了期出來的 你以為當年1979年 為什麼越南不怕你這個鄧小平打這個越南呢 因為鄧小平響了口說是情越戰 而且呢 不會長期打 一達到目的就收兵 這個鄧小平那時候自己說的 是吧 那所以那次呢 其實你接不到便宜 中國呢 是死了五萬人 下兩個星期呢 打到梁山 結果自己收兵 所以你在軍事方面呢 你沒有理由這樣 就是把底牌 那麼明顯地露出來 或者臨時 所以你說封鎖三天 你說以後是常態 你講給大陸的人聽的 怎麼會是常態呢 三個月一次又是常態 一個月一次又是常態 對吧 兩個星期一次又是常態 那你那些常態 那個次數月頻呢 都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你就更加有理由 是提供給美國和日本 第一日本馬上修憲 以及馬上見軍 而美國索性擺定兩艘航空母艦長著 就是遠遠看著這個台灣 以及加強這個戰機 在這個沖繩 是不是 以及菲律賓兩邊 你是常態 他也是常態 你猜你是常態 他就走人回家睡覺嗎 不會的 是吧 我覺得 還有一些邏輯上的問題 我也想和陶先生研究一下 根據這個解放軍東部戰區的公佈 他就說 這個在台灣海峽實施了遠程火力的實彈射擊訓練 對東部的海域進行了精確打擊 取得了預期後果 但他的題目呢 就說精準命中目標 剛才你提到日本抗議 就說他的導彈射到日本的專屬經濟區 我就把邏輯問題了 將兩個新聞或者公佈 就拼在一起 如果解放軍的公佈是準確的 即是說他當初其實是瞄準了日本的專屬經濟區 進行射擊的 而精準命中的 即是他有意 其實是射向日本的專屬經濟區 因為為什麼 因為專屬經濟區的裏面 日本是有權去開採任何的資源 或者是捕魚的 那如果你是瞄準了日本的專屬經濟區 其實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挑釁行為 好了 那倒轉 如果你不是瞄準了日本的專屬經濟區 說聲Sorry 不好意思 射歪了 那東部這個戰區的公佈 不是很奇怪嗎 你明明說到全部精準命中目標 那究竟何這是真的呢 這個真是你問起來 真是這個是迷你的 因為他不會承認 是要瞄準日本去射的 對不對 首先你一大片的海域 什麼叫目標呢 是不是 海中心有一個島 或者那個島上有一個燈塔 這就是為之目標 是不是 或者你當初 我說我的那個導彈 我要在東京幾多幾多度 北偉幾多幾多度 改一點 公佈了圖 然後呢 跟著兩個小時之後 發聲 真的瞄準一準 在我公佈過那個經濟度的數字 方圓大概一公里 我當是吧 那裡下 那這個就叫做命中目標 你當初都沒有說到那個目標是什麼 然後事後呢 你打完 就說明中目標那邊是海來的 海裡面 你是不是打某隻大白沙 某條沙魚猶緊 還是什麼呢 某隻船呢 好笑 或者你自己擺隻木船在那裡放 還是船在模型船那裡打中呢 這些全部都沒有 沒有資料 你知道嗎 對吧 所以明中什麼目標呢 你說不是啊 我現在的目標就是 列為日本聲稱的尖角烈島 就是釣魚台 我還要說是東南帝幾塊石 哪個島嶼 一聲跟著給你看到 我一聲就擊中這個叫釣魚台 或者尖角烈島在哪裡 或者我說 在1996年陳旭祥烈士淹死 捐軀那片海域 這樣也好一點 那就是目標了 是不是 我以前呢 有些消息人士 我都在大陸聽回來的 他說那些解放軍的演習 其實他們全部呢 都預先呢 就已經設定到那個靶 是會自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任何解放軍的演習 他們一定是100%全部命中目標 從來沒有聽過呢 他們是射不中目標的 你沒有留意過任何一個新聞 發射失敗 或者導彈就偏差 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呢 我聽說 就因為如果你演習的失敗 你是會 連個官都沒有得做的 所以在解放軍的傳統裡面 任何的目標 他們都是必定準確命中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神話來的了 所以呢 在台灣以東 那個海面 那個海面 是不是有一個靶在那裡 是沒有的嘛 看不到有的嘛 任它寫 還有新聞 對不對 因為當初說到 派架飛機呢 是飛越總統府上空 但是現在你確實是有導彈 飛越台北 不過台灣國防部說 在一個大氣層 就是看不到的 是吧 因為呢 台灣自己本身 他們1996年那次 它那個防空戰略 那個力量也都很加強 它有些非常之先進的雷達 這些雷達呢 是可以偵測到大陸的內陸 遠去到新疆 它還有呢 一些呢 壁擊炮 還有呢 這些呢 流彈 是吧 它有攔截飛彈 它有攔截飛彈的 是吧 一隻呢 就是天公號 是專門打在大氣層的高度 另一種呢 就叫做愛國者 那些是打 你肉眼看到的上空 是吧 那所以呢 這些六口 導彈 還是九口導彈呢 我相信是飛得很高 那當然你在福建那裡 在陸地那裡發射 你會看到一陸煙 然後呢 如果呢 上到大氣層呢 若干分中那裡下去 這樣就確實 台灣國防部說不構成 這個對民生的威脅 是吧 所以這個也不見得是一個封鎖 是吧 當然 那三個小時 你如果真的有架 港龍機這樣 在那裡遊遊台北 那裡飛去日本 那當然是那些 對吧 那所以呢 其實可以說是一種導彈演習 可以說是演習 基本上 而且在演習期間 如果根據衛星圖片 其實台灣島周圍 在演習區域以外 繼續有一些民用的船隻 或者貨輪呢 如常地出入港口 和運輸 所以這個六塊地方的演習 根本是沒有構成任何的封鎖的 也都沒有影響到台灣 市面上有任何防空的警暴 沒有任何市民發生搶米 沒有任何市民發生 那些叫做躲進去防空洞 整個台灣是如常地活動 但是很多中國大陸的網民 就不斷在那裡謠傳 就說台灣就進入這個 什麼緊張戰備狀態 有些認識的朋友 又打電話去台灣那些朋友 就問他叫他買定米 那樣 似乎呢 中國大陸那些人 比台灣更害怕 台灣人沒有反應 這次 有些朋友在台灣 他們都說 正常地出外吃飯 喝咖啡 臭女放學 所以我早就說 是有驚冒險的 香港在台灣 不過他不需要反應過度 如果不是就很肉酸 對不對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陶先生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和收聽 明天我們繼續有視像版 今天就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再會 謝謝大家 一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風雲谷 在YouTube平台出發 筆問翻牆 彈球越界 少漢古今善惡 審救人情百態 逢星期二四六晚十點 風雲谷約定全球華人 節目是完全免費播放 而我們在短短一個月間 訂閱人數升破十萬 大家的這份支持 令風雲谷的團隊打了一枝強心針 亦不枉陶傑、鮑偉聰 我們兩位主持 每次長途不攝、淺利條條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如果看到這裏 大家還未在YouTube Like這集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話 無論你在不在直播時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級感謝、超級貼圖 以及超級留言支持我們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霸偉聰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亦會包括有每一集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會令我們可以更加有動力 一直攜手走下去 越過死陰憂谷 一路走到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有些人 阿諾 在那裡 有些人 發展 火灰 拜託 為了